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最愛 擁抱著你 最怕看到 你的哭泣总会想起 相爱时光 你和我紧紧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且闪眼万水的飞翔 却回不去你的心里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当绝望满满眼 抹我眼睛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我 rewards 这 contradictory 你 这 aan me 我抱怀你 如果我爱你 我快去挽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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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这你 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为什么 为了和萧山在一起吗 他说他愿意当孩子的爸 我拒绝了 我们彼此的路是越走越远 是时候放手 我不明白 你见了一次萧山 就做了两个这么大的决定吗 是 他让我明白了 一句草率的话 一个草率的决定 结果可能是永远都回不了头 就算再后悔 失去了将会永远失去 如果 我要是把孩子打掉 将来我要是后悔了 我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因为 我已经失去他 既然萧山愿意当这个孩子的父亲 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他爱你 你也爱他 除非你已经不再爱他了 我仍然爱他 但是他已经承受得太多了 我不敢说 对他没有信心 但是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为什么要一再地把他牵扯进来 本来他的路 比我好走得多 是我一再地把他牵扯进来 我不能一错再错的 我自己的路 要我自己走 你现在是一个单亲妈妈 你一个人能承受得起吗 我承受得起 是他 给了我力量 我不会再害怕 我不会再害怕莫绍杰 他不能逼我打掉孩子 他也不能把孩子抢走 因为孩子是我的 我是孩子的母亲 我也是孩子的母亲 还有我一份 何姐 对我现在去机场 八点的飞机 有什么事情 等我回来再说吧 莫先生 您还会再回来吗 莫总 莫总回来了 莫总 你回来了 莫总在吗 董事长他 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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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回来了 莫总在说 这股东投票大会就要开始 你也应该回来了 莫总在吗 莫总在吗 在是在 不过现在正在忙 特别吩咐 不让任何人打扰 包括我 莫总特别交代 尤其 尤其你 看来莫总 是决心要把我赶出董事局了 是吧 准备好了吗 话不能这么说 你们都是一家人 千万别说两家话 莫总的意思是 如果你找他谈股东大会投票的事 就等到股东大会再谈 如果是别的事 你就去办 他相信你 莫总 怎么样 你先被我拦回去 没硬闯你来还真难得啊 照着前些天股东们的意思 投票大会那天 他会离开得很难看 莫总呢 正为这事发愁呢 板上没有钉钉的事别乱讲啊 我说老爷 你心里清楚得很嘛 这个项目我跟你合作 给你的条件 绝对比邵千给你的条件 还要优厚 那当然了 您背后有默氏集团这么大的实力吗 莫总呢 是跟我私底下谈过 看中我的项目 想要合作吗 我不好一口回绝吗 是吗 是是是 那你要跟谁合作啊 那是你的选择 慢慢考虑 慢慢考虑 这边啊 那个 准备的事情安排怎么样 关于人事调动的事呢 已经计算好了 就等着您过目了 那个 那你的事也顺便提一提啊 谢谢沐总 来 志远跟我那么多年 一直忠心耿耿的 这他应得的 是啊是啊 莫总手下 都是精兵强将吧 这 这是不是精兵强将啊 不打紧啊 关键是啊 他选对了边 你说是吧 是啊是啊 当然当然 当然 好嘞 我还有别的事我就不留你了 改天呢 我得请你吃饭 好 那你们先忙着 我有事先走了 好 慢走 沐总 已经和另外三位股东 谈过投票的事了 不过最后还没有决定 老汉是聪明人啊 他那票 应该算是拿下了 这样算一算票数够了 其他的股东啊 见过也会转多 没事 我有事先睡 和姐 不用担心的 这情况很不正常 一回来就给你吃闭门羹了 十年来沐长河一直是玩鹰的 表面上不敢怎么样 这次 要来真的了 要撕破脸了 早晚都得撕破脸吗 我们的计划 要不要缓一缓 我担心沐长河发现了 会抓住瓜比 不 不能缓 我们要抓紧时间 让老陈 抓紧贷款 好 姐夫 是我 进来 没有影响到两位共商大计吧 什么大计 我都快被赶出董事局了 正发愁呢 那我请你去喝酒 借酒消愁嘛 喝酒 几点 你的漫画书看完了 就是因为看完了嘛 所以才无聊呢 走 跟我喝酒去 快 何姐 要不要一起啊 正向我去 你要是再说一遍 我真的跟着去了 走走走 所以我就说嘛 女人呢 要是太聪明 不一定是件好事 那你过来陪我喝酒 不会觉得无聊吧 不会啊 平常不是开会 就是谈生意 跟那帮人 吃香喝辣 还唱什么KTV 来酒吧喝杯酒挺好的 这倒是真话 每天不追名不求利 喝喝小酒聊聊天 其实是件挺幸福的事吧 有句话 事与愿违 投票的事有压力吗 如果我说没有你相信吗 十年辛苦不寻常 一旦被踢出董事局 十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我早知道 不是喝酒那么简单的 有什么想说的说 我呀 最近每天都到远中去做班 对公司以前的事 也听说了不少 啊 你不是天天看漫画的吗 还有时间看资料啊 没有 那些资料都是死的 我看他干嘛 我呀 到处去串门 使用美男计 专挑女的 大乔通知 那消息真叫你个灵通 好 那你听到了什么风 说来听 十年前 我爸入主墨市 三年之后 找了一个理由 召开了股东大会 成功地将墨市集团 改名为远中集团 公司的那些老臣们 心里不服 为你这个仓皇灯位 连自己老爸的招牌 都保不住的太子 失去信心 纷纷求虚 我那老爸杀得兴起 乘胜追击 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交给你去做 名利上呢 是让你独挑大梁 案里呢 是不会给你任何支持 你最大的困难 是要面对你的竞争对手 陶景天 而且人家都已经到了 要签合同的地步了 我那老爸 做看你一招失败 黯然退出 然后 末世纠沉也将一个不留 到此 大局已定 一统江山 很可惜 你爸也中了那句话 事与愿违 是 你打赢了一场 不可能打赢的硬仗 一时被传为佳话 怎么样 是不是越来越崇拜我了 你要是告诉我 你怎么赢的 我就更崇拜你了 你不是去串门了吗 没有串回来啊 有啊 而且一个个讲得 绘声绘色 手舞足道的 哦 秦总这是商界奇才啊 有投资远光有魄力 我相信我们这次强强联手的项目 一定是让业内所有人称道的 投资大项目 好 来来来 我们把合同签一签 好好好 小看 小朋友 你怎么来了 木总 关于这个项目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打算跟你们远中合作 不过呢 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你这种坚持不懈找我谈 遗憾的是 我今天就和唐总签约了 木总啊 靠死刹烂打是谈不成项目的 我奉劝你还是回去搞定你的岳父 得到他的知识你再来 生意场上讲实力讲信用 我跟秦总这次合作 就是双方拿出百分之百的坦诚来合作 百分之百坦诚 我看未必 秦总 我们远中 能不能跟你合作这都没关系 但是 我想请你先听听这个 雷总 你听我说 秦总这个人吧 头脑简单又没有什么效果 他能支持到现在 完全是靠他的名字 所以我希望你跟我合作 你跟他合作是把钱扔到黄河里 就那这次我跟他合作来说吧 说是个处理一把 其实 我是抬高一倍的成本预算 就是拿他的钱来赚钱 他还是能分到一半的钱 那当然了 我对您可是百分之百的报仇 再说这些也瞒不过您 陶静天 这些话都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随便说说的吧 秦总 你也知道 这生意场上吧 见人说人话 见鬼呢 说鬼话吗 你 你就是个鬼 我们走 秦总慢走 我收钱 你陷害我 就是这样喽 那你怎么会有那段录音的呢 有人说你是放了窃听器 还有人说你是买通了陶静天的手下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 那个雷总 他是那鬼 只是我有一点想不通 以陶静天的那个级数 怎么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竟然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雷总 说出那么轻率的话 那个什么雷总 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他是我爸一个食欲微食的朋友 早就已经离开商场了 等我接手末世之后 我就求他帮我一个忙 接见了陶静天 那那个雷总和陶静天 已经交往过一段日子了 两年了 所以当时陶静天对他并没有什么戒心 你安排雷总出现不是为了这个项目 还有什么原因啊 还有什么原因啊 养兵千日又在一招吗 陶静天那一仗输得呀 真是丢脸 当时你把他弄得那么惨 他怎么还会愿意跟你合作呢 合作什么呀 海南的项目 我当时都以为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没想到又被他给得去了 我当时是被女人弄得头脑迷糊了吗 说不定同学就是陶静天派来的内鬼 帮我迷住了 你们商场啊太阴险 我搞不明白 那谁要是你安排在我爸身边的内鬼呢 张志远 张志远 他是我爸的忠实粉丝 你要是能搞定他 我都给你做牛做马 从那一仗之后啊 末世旧臣上下归心 想走的不走了 已经走的也回来帮你了 你算是保住了半米江山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明天的投票一旦输了 会不会很惨 我不会输的 你别忘了 我和我姐都是大股东之一 我爸手里面已经有了两票 不过呢 如果我肯投你一票的话 终于说到正题了 来吧 有什么想说的 我想用我手里的一票 换我姐的一个机会 收回你的话吧 我又没说让你干嘛 我知道感情不能强求 我只是要他的一个机会 结果不计还不行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应该 背叛你爸爸 哎 姐夫 姐夫 不用再说了 我都说了 结果不论 你只给他个机会嘛 我真的很奇怪 你为什么还能开得了口 她是什么样的人 她做过些什么 你心里有数 哎 我当然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你多爱她 她这一生 就决定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好好爱你 惊喜也不明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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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直都在等你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是希望你能看到她最好的一面 是 她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因为她实在受不了 连个机会都没有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其他人 像她那样爱你爱的一丝不挂 有吗 那么你最好 让她把衣服穿上 免得到时候我们都难堪 晚上一起吃饭嘛 我约了人 二少爷您回来了 大小姐也回来了 是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下午刚到 正在楼上 就是心情有点不大好 她什么时候心情好不呀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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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姐 回来了 哪 连亲弟弟都站在别人那边 回不回来有什么区别 还不是孤军混战 对不起啊 你也被她迷住了 真厉害 见一个迷一个 姐 哎 我没被她迷住 我承认我是想帮的 可这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姐夫 为了我们沐家的声誉嘛 你可以生我的气 但不可以不理解我的用心 算了 你姐夫跟你一起回来的吗 嗯 我们一起去喝了两杯 可是她说她晚上有饭局 应该先回来了吧 这次股东投票是她一个关键 她很郁闷吧 爸手上至少还有我们两票 她可能会出局哦 那也不一定 得看她自己怎么选择 姐 你想干嘛 我帮你的手 姐 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敢怠慢 有投票权的股东 请你出去 我是要给你一次机会的 姐 姐夫 我找你有事 我还没说完呢 让姐夫先忙 好 这可能是有什么事情 我帮你了 那我帮你了 对 我我觉得你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姐 我们收工了 我也马上就走了 对了 东边那个小房间你打算做什么用啊 还在想呢 那你再考虑一下 我先走了 明天见 再见 陈教授 您好 我是蒋云教授介绍的设计师同学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帮您做设计 尽管很忐忑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力争达到前辈您的要求 如有不尽人意之处 也请您尽量反馈给我 我会马上根据您的意见 做相应的调整 听蒋教授说 您现在还没有小孩 不知道您和您的太太 是否有这个打算呢 如果有的话 建议您先设计一个婴儿房 为将来 迎接小生命做好准备 不知您的意见如何呢 我不需要婴儿房 我不打算要小孩 生命是否太沉重 生命是否太灰暗 是否应该把孩子 带到世上受苦 生命太沉重 但是也满带惊喜 生命有灰暗 但是也充满阳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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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远 您要出门 大小姐特地为你准备了 你喜欢的饭菜 我约了朋友 不吃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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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照片 眼上马上流露出那种厌恶的标记 我知道她不喜欢 所以当天晚上就把照片撤下来了 可是没用 她再也没进过这个房间 沙千这个人自私狂妄 目中无人 你说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我要对她死心塌地呢 那就不要对她死心塌地了 我偏要对她死心塌地 那你就想办法让她爱上你 这十年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想方舍方让她爱上我 我听你的话对她好 可是她不灵情 姐 你真有对她好吗 我对她还不够好 十年前不是我说服父亲 花了这么多钱挽救她的情 她早就跟她的父亲抱着一切尸体 不知道烂到哪儿去了 那你就抱着你十年的青春孤独地烂掉吧 反正你已经废了 姐 如果我是莫少千的话 我对你说了同样的话 你还会爱我吗 爱一个人是要让她感觉到幸福 你要知道她失去了什么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她在爸的手下苟延残喘 日子并不好过 她父亲死了 母亲不在身边 她想要的并不是她父亲的家业 她是想留在她父亲的身边 马斯特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孩子 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样子了 我只记得你当时很伤心 抱着我哭了三天三夜 姐 姐 姐 不瞒你说 沐长河找过我 她知道你开价了数目 而且她开给我的 那可是更高的加码 那么 你想加多少 爽快 你最多能加多少 三个点 我就是喜欢和你这样爽快来的做事 投标的事情 你放心吧 来 合作愉快 进来 进来 快投票了吧 还想跟我谈条件呢 不是 我是来告诉你 既然你不能接受我的条件 我正好顺从我老爸的意思 站到他那边了 我理解 你也应该这么做 走吧 永飞还是没接电话 会不会不来了 会不会不来了 沐永飞这一票算齐全 我们不等他 可以投票 投票之前呢我再说几句 这一次 这一次 召集各位股东 对我们执行总裁莫总 进行不信任动力投票 我作为邵谦的岳父 这一票 算齐全 邵谦这么多年在远中 是任劳任怨 但是 各位股东也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各位多给他机会 好吧 好 请各位 开始投票吧 反对 反对 一票 反对一票 支持 支持一票 支持一票 反对一票 三比三平票 三比三平票 先评票 就再投一次 请各位股东考虑清楚 是关系到 远中的未来前途 也关系到各位的钱包 对不起 我知道了 各位股东刚才已经投过一轮了 现在是拼票 咱们再投一轮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我直接投票就可以了 也好 省得浪费大家时间 我支持莫少庆 用选票 好好再重新投一次 我就投莫少庆 四票对三票 不信任杜宇 不成立 这是干什么 当众比我难堪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 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哦 还知道是我女儿 那你还帮着外人 他不是外人 他是我老公 我是孙力养你的老爸 父亲我没得选 老公是我自己选 口口声声喊家 老公老公老公 人家有把你当做老婆看吗 你现在才关心这个 来不及了吧 那你不叫 我来说 我去哪里 你来说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一 wiel 你去哪里 你来说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来说 我去哪里 岳父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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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啊 我先出去一下 张总 没事 你也坐 张总 张佳 恭喜你 远忠 以后还得靠你了 还是岳父你 比我沉得住气啊 别高兴得太糟 我真没想到你最后还是收买了寒冬 对付他很容易啊 他无非就是土地要钱嘛 你最多加三个点 就那么点能耐 我一口气就是五个点 也许我唯一的能耐 就是让你女儿能投我一票 有没有后悔 把女儿嫁给我 别激动啊 不要气坏身子 我可不想这个时候 为你拼麻戴消啊 我还有事 好好休息 沐总 沐总 你没事吧 icut也好 怎么这么急着做我的位子啊 不急不急 这个位子不早晚都是我的 对 因为到时候我已经是远中的董事长 我会非常乐意地委任你坐我的位子 姐夫 我真诚地恭喜你 很希望你能继续地留下来 能留得越久越好 这个位子你随便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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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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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却是光光与脸 回头心上一幕雪 回头心上一幕雪